今天我们用这一块五花肉来做到四川农村宴席上的特色菜 五花肉先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冷水下入汤锅先把它煮一下 加入一点姜葱 料酒 盖上盖子烧开后用小火给它煮半个小时 先把这个肉煮熟煮透 五花肉已经煮来差不多了 用筷子直接把它夹出来 趁热的时候给它刷上一点老抽 主要是上色的作用 这里准备了一点糯米 我们先把它淘洗干净 锅里水开下入淘洗好的糯米 先把米给它撩一下 用勺子轻轻的给它勾一下 防止下面粘锅 这个糯米全部煮涨 煮背过后用漏勺先把它漏出来 倒入这个大碗中 趁热的时候给它放一块猪油进去 这样子猪油才能化 你喜欢来看我煮饭是不 嗯 我也像熟 你也像熟啊 我刚才想成一个厨师 刚才想成一个厨师啊 嗯 跟我一样的啊 优秀 你找得好有水来的狗 这狗子好大哟 嗯 伴随你把它包刀 哦不是 你随 把狗子包刀在那里 你找它收拾山 今天就做假山肉 你来个 快去收拾 让它收拾 你小姐现在不用学厨师 活匀过后再加入一点红糖水 给它拌匀 这样子既有了甜味又有了颜色 我们先烧油把那个肉炸一下 油温烧至五成热 这个五花肉皮朝下给它炸一下 记住拿个锅盖给它盖起来 防止这个油溅起来烫上到我们自己 这样子就不怕它炸皮了哈 大约炸过一分肉中后把它捞出来 颜色非常的红亮啊 放入姜材煮入的这个圆汤中 盖上盖子给它泡20分钟 这个肉也泡得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还是非常安逸的 这哈我们就要把它切成片了 切片我们切成双飞也就是夹刀片 一边两毫米 腊入盘中 倒入姜材剩下的酱油 红糖水 盐 所谓要想甜放点盐嘛 贝糖 下手给它抓匀活转 这个是我在菜市场买的露特沙 大家那里如果没有这种露特沙的话 买豆沙就可以了 我们拿来包在里面 然后取一块这个肉 舀一条沙在中间 这样子给它包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沙也是非常的甜 所以我们没有和好的糖 全部装好过后 这样子一片叠一片叠在扣碗里面白起 把刚才煮好的糯米放进去 其实糯米我们这里又喊九米 上次我做了一个九米饭 大家都问我这个肉呢 这次肉就来了 夹沙肉跟九米饭其实是两道菜 不是一道菜 这样子一碗夹沙肉装碗就已经完成了 下面要开蒸 装好碗的夹沙肉上蒸锅 如果是直接给水蒸的话 大约要蒸两个小时 想念今天是用的高压锅 盖上盖子上汽锅后用最小火压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里要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 使用高压锅之前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和厂家的相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来使用 不要拿到就烧烤乱整 这个夹沙肉的时间正来差不多了 再把盖子揭开 把它取出来 哎呦呦呦有点烫哦 扣一个盘子在上面 给它翻过来 然后把这个碗取掉小心一点点烫哦 哇 大家看一下该问该应吗 还没有撒过 我们还可以撒上一点被糖 如果碰巧你家里正好有矿 可以撒一点蜂蜜 非常好吃一道夹沙肉就做好了 它又叫甜烧白也叫甜扣肉 看起来比较肥 但是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香 喜欢点赞不喜欢的下期继续免费看 最后我还剩我来给大家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先整点九米饭 嗯 非常的软糯香甜 这个九米饭真的很软 大家看一下 这还要整这个中央级的东西啊 哇 咬下去甜甜的满满都是幸福 一点都不油腻 真的是一点都不油腻 特别的好吃 虽然好吃 但是也不能吃多了 这个一般都是一个人吃一片就多了 吃多了的话 对健康可能也有一点的影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撒过了 如果喜欢这道九米饭 那可以去告一行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